各位领导好,律师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能够出席今天昌州的嘉年华经贸文化节。 我们荷兰毛泽会驻南京代表处是荷兰政府经济部和外交部的联合外派机构,是以荷兰驻华大使馆为中心的荷兰政府驻华使团的一部分。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荷兰企业在江苏开展不同领域的经贸和商务交流活动,以及促进荷兰和江苏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给各位领导和专家介绍一下荷兰的经济概括,而且关于进一步加深综合合作,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荷兰围于欧洲西北部,国土面积大约是江苏的二分之一不到,近三分之一土地位于海平面以下,因此也得名第一帝之国。 虽然荷兰领土狭小,但是却常常得到小国大业这样的称赞。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的排名,荷兰的创新能力排世界第六。 根据2020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荷兰已经成为欧洲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 作为福布斯经商环境最佳国,世界排名第四的国家,荷兰也是真正的世界级经商目的地之一。 荷兰政府认定了,高科技系统和材料,原意创意产业,生命科学及健康,化工,农业食品,水利和物流,九大支柱产业。 其中高科技系统和材料产业的创新程度,具世界前列,拥有开放的、有活力的创新氛围。 其知识技术也为世界各地广泛运用。 从生产规模和就业人数来看,是荷兰最大的产业。 同时,荷兰政府也是对此行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投入。 荷兰的高科技产业,以健康、安全、环境、流动性和可持续性, 介入可重要的社会发展个体为出发点。 大力开展、研发和合作,为了实能、新技术、新材料的开发, 比如ICT、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层光学、纳米技术等等。 这些实能技术又被广泛用于汽车、航天、海市、农业、医疗健康以及物流等产业 成为智慧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源头。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荷兰的一个产业集群分布情况。 虽然国土面积狭小,但是我们的产业类别相对齐全。 在这里,我特别要介绍两点。 第一是位于荷兰南部的爱恩火温高科技园区。 它一开始就是菲利布建立的技术研发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爱恩火温理工大学的所在地。 本着开放式创新的原则,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园区已经有超过一百四十家荷兰本土及国外的企业入住, 有超过八十五个国家的一万多名高科技人才。 专利生产量占据全荷兰的百分之四十, 因此也被福布斯杂志誉为欧洲最智慧的一平方英里。 第二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学华根宁恩大学的食品股。 虽然国土面积不到江苏的二分之一, 但是在高度基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基础之上, 荷兰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农业食品出购国, 仅次于美国。 那么, 荷根宁恩大学在荷兰的农业企机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荷根宁恩的食品股也是农业食品产业一个重要的国际研发中心。 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荷兰海上风电产业, 氢能产业和农业产业的相关情况。 作为海上风电创新中的零先知之一,荷兰在过去十年中制定了详细的海上风电发展计划,并完善了政策与法律支持体系。 计划到2030年实现11.5级瓦的装机目标,到2040年达到38级瓦,到2050年达到72级瓦。 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荷兰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仍然接近1.5级瓦,成为中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新增市场。 而且荷兰的海上风电项目已经进入了无补贴时代。 在海上风电的全球供应链中,荷兰企业拥有非常好的剩余,能够提供海上风电厂的开发和设计,风电厂前期的看测,风机和叶片的设计,风机塔头的制造和保护,海上运输、施工和运维,以及相关的培训咨询等服务。 荷兰希望为全球轻能转型,做出实质性贡献。 至于宏远并非贫困而来,二是觊觎,它有很多优势。 第一是,气不高,荷兰目前是欧洲第二大工业副产性产出国。 第二是,基础好,荷兰有着全球最密集、最复杂的接览器官网之一。 第三是,荷兰在轻能价值链有几百家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 第四是,荷兰也想与开展行业内合作。 去年,荷兰石油巨头轿牌公司,荷兰天然气网运营商哈水尼和格罗宁恩港, 已经宣布在北海启动欧洲最大,也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至轻项目。 荷兰是世界上第二大农业产品出国国,仅次于美国,考虑到它面积比较小,只有四万一千平方公里。 人们经常问,荷兰村公故事背后的秘密是什么?答案就是创新、可持续性和合作。 特别是在园艺领域,荷兰在园艺领域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 我们的拍卖市场是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所有的拍卖,无论是鲜花、蔬菜还是水果,都是农民所有的合作社的一部分。 创新和可持续性也是荷兰农业政策的关键概念。 事实证明,产品、技术、组织和业务的创新,对荷兰园艺部门的竞争力和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农业部门的创新是研究和私营部门与政府之间密切合作的结果。 政府的作用是创造一个适当的有利环境。 研究人员和私营部门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 我们创新和合作的成果在我们的温室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荷兰那样大规模种植植物。 荷兰温室占地约一万公顷,占全球温室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 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机构和他们业务的开展,亦被证明对园艺行业的竞争力和长期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 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我们愿意与各位一道,为两国政府、企业、科研、教育机构建立沟通渠道,搭建合作平台,为两国经贸投资合作共赢,提供。 最后是我们南京代表处的联络方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微信。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